曼玉潔 小潔啊 不好意思… 我知道錯了 澄清太過年輕 也不能這樣講 第二個男朋友那個十年是很珍貴 第一個男朋友十年 第一個男朋友 後來這個男朋友說 我沒有以前沒交過男朋友 或什麼這些 也不為過 其實只是想要她疼愛多一點 就是 沒有… 男朋友要跟妳討論以前 妳又跟他討論嗎 玉兔 不會吧 我覺得要很誠實的 誠實啊 說了就是不好 對 我跟你講這種東西要保留 因為我也很喜歡問啊 妳不見得他跟你講的是真的啊 對啊 所以我跟他說有所保留 你們男生會講假的 對 真的 科學家跟兩性專家做了一件事情 就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性對於男人來說 他在所有排行中 重要性裡面是第一名 沒錯 這到中神 對女人而言呢 性這件事的重要性 在人生大小事裡面是排第十四名 你知道 你知道第十三名是什麼嗎 什麼 就是對女人來說 她統合起來 她寧可去種花 原意都比性來的重要 沒錯 對 我是不是講過有沒有 男人的百分之九十是性 女人的百分之九十是愛 對啊 對 對 約莫是這樣一個道理 所以很難理解彼此 你如果講了她就會崩潰 她百分之九十都在想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有 女男平等的一個角度 對 我們才會討論這個 在古代 不要 他們民國 六七十年以內的這個 女人要趕快來囂張 講她的過去或什麼 直接轟腫 對 進珠龍 很傳統 對 沒錯 對不對 真的 對不對 好啦 我們有四位罪犯 還有最後一位女明星 這位不得了 這位重鎮 算是大咖 對 重鎮的 來…請說 親愛的主啊 出來… 幹嘛這樣子 我聲音怎麼感覺 請說… 有點累了 更低了 有兩件事情我需要告解 第一件事呢 是我的男朋友 還沒有成為我男朋友的時候 因為我一看到這個男的 我就認定是我的對象 那有一天呢 那他就很嚴肅的看著我 問我們晚上有沒有時間 就是我跟我另外一個同事這樣子 他雖然很嚇他啦 可是就是育與環胸 聽出端點 那個秩序 沒有很少人會用嚇什麼 對… 表示有年紀 而且他有… 他有…心有餘而立不齊的感覺 嚇他 嚇他 你看他等一下會說 所以你想要趴就對了 對 就 感覺就是鎖定他就是 你要叼他啦 他在約的過程 他就隱約的告訴我說 我當場就非常的傻眼也很生氣 我才知道說 其實他是喜歡我另外一個同事 對 對 你愛他 他愛他 你知道那種就是 我全心全意對你付出熱情 結果你喜歡是我的好同事 那就祝福人家 當然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祝福 一定要想盡辦法破壞 對 你這樣就不對 感情本來就是不對等的嘛 對啊 人家不愛你你就要破壞人家 你怎麼破壞 故意我就說好啊… 那我幫你約他 好 那可是我沒有跟我那個好同事說 他有約我們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那個同事 他有私底下告訴我說 好壞喔 暗招…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然後後來因為 你知道男生的心裡 總是比較受傷 對 我們就開始就慢慢的比較熱絡 然後發展成男女朋友 趁虛而入吧 趁虛而入 對 老司機 好可怕 什麼 宇婕嗎 等一下… 我想先問一件事情 是… 請問你剛剛那個事件的男主角 是我爸嗎 沒有咧 就你爸 天啊 後來成為夫妻的有沒有 這不知道說什麼 只能說好便喔 不然妳怎麼 好可怕 謝謝你又把小潔才不惜 算是我們的金氏母女有沒有 不是 你剛剛還要問他第幾次 人家媽媽在後面的 對啊…OK啦 可是我真的很喜歡 那時候很喜歡 我覺得說反正 就是勸這些年輕女生 如果有喜歡的男生 其實你也不要害羞 什麼一定要男生主動 我覺得你可以製造一些機會 雖然說 雖然我們到後來也是分開 可是我們至少有一段 很美好的婚約 你確定 我覺得 我覺得女人的容忍是比男人大的 愛情上面 對不對 好啦